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皇宫单条比赛是 也是我直播间的一个粉丝 然后和群里面的 反正理由的话我就不说了 感谢反正是观战方 就是想本是一个平民号 然后被干了不服 买了一个号 然后来干对战方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目前观战方是方寸 对战方的话应该是个大唐 观战方拿到的是艺术 我们来看 感谢欣赏阿坤哥直播平台 感谢 别打广告 好好比赛 好吧 别打广告 赢得了比赛 那才是最牛逼的 对吧 嗯 这一波直接定身宝宝 好吧 这是一个虚名 赖法虚名 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赖法宝宝 秒的话秒800多秒宝宝 应该是一个赖法宝宝 109的PK的话是没有分身的 所有观战方的话 不可能分身进去 对战方目前被催眠的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主要是想看一下 对战方的大唐 他是 他的伤害有多高 对不对 他防御有多高 对不对 如果说是观战方 应该是不会带凌刃力批的 应该会带一个凌刃高连的 一个凌刃宝宝 对吧 来我们看一下 只有发那个什么了 哎 不合 开始了 开始了 我知道 我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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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好 我先挂了 好 好 好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对战方的大唐的话 观战方秒是秒不动的 100多里血 而且刚才为什么要去秒 是因为对战方的催眠 只有一回合了 知道吧 数十秒 来我们再来一波催眠 催眠准风 对战方直接出宝宝 耐法随机打 打到了宝宝身上 来直接 五雷700 对战方的 对战方的宝宝 感觉不是很给力 出了必杀才打700多 不出必杀 可能打300多 而观战方的耐法宝宝 秒过去的话700多 来我们接下来看 现在目前场上第八回合 起个光辉自甲 增加宝宝的防御 让对战方的宝 更打不动了 300 打不动 直接清走 对战方的催眠的话 还有一回合 这回合观战方 可能会直接去捂雷他 然后宝宝直接去秒他 应该会这样子 一波催眠 准风 直接拉个顺法 虚米 对战方好像已经被打崩圈了 这个时候 为什么去拉顺法虚米 让我有点看不懂 对吧 你应该出一个立批宝宝吧 如果是有立批 立批轻那个法 法宝宝的话 应该输出是比较高的 看这一波 能不能准风 准风 目前观战方的话 封印的话是百分百中 没有一次是水掉的 对战方的顺法虚米的输出 也是比较高 观战方这一波的话 会不会起个零神 或者给宝宝卡个血 而观战方的宝宝的话 打对战方的虚米 应该是打不动 直接可以封宝宝了 忘了 应该打不动的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应该摇铃铛呢 观战方起个零神 对吧 保证到自己的宝宝 是不会死掉 起个零神 宝宝会会卡大金 没有卡大金 直接秒一千 对战方宝宝直接吓得 我到屁股闹里 廖流跑了 现在目前场上的第14回合 目前场上的第14回合 今天给你 那个打 我再给你 我去 观战方啊 方春说话很嚣张 好吧 观战方说话很嚣张 对战方默默无闻 因为被吊打没办法 对战方如果不服气的话 可以再买个比较牛逼的号 来干观战方 从目前形势来说的话 观战方的话一直是优势 而且从不管是从技术上面 还是操作上面 还是他的语气上面啊 都是一波又一波的嘲讽 让观战方特别解气啊 对吧 拿出了一个公宝宝 应该是 这个宝宝应该是 应该是凌刃的 但是没有触发凌刃效果 要不然他不会很说直接结束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 对战方的防御有多少 来个破甲 没有来破甲 直接敲 一千七 敲得很痛 对吧 对战方肯定要出宝宝 观战方这一波的话 应该继续催眠 或者是无魂也行 对战方肯定是出宝宝 不可能来清理的凌刃宝宝 对吧 直接一波催眠 准风 没有出宝宝 一千七 对战方想清凌刃 没有清 被催眠了 没有清到 目前场上会第十九回合 一波催眠 继续准风 准风 观战方是否应该给 灵刃加 给那个鬼匠加一个野兽之力 增加他自己的伤害 然后一波把它带走 对战方已经损失了 差不多三千来的血 109的大唐血量的话 应该是没有那么多 应该是在五千 五千的样子吧 所以说如果观战方这一把 再敲一下的话 出个必杀什么的 对战方应该就会被带走了 而且对战方的话 一直一直没有机会卡血 你后发害我 对他们的过程就是他们参加去做一个副本 对吧 最后那个打boss的时候 然后观战方人死了 然后五里东再拉人 大唐也倒地了 五里东把大唐拉起来过后 大唐直接来了个后发 我去就不给其他三个人机会 然后一波后发过后直接死掉 死掉过后观战方直接找对战方 对吧 你为什么要后发 他说呵呵不服 你可以和我皇宫 对吧 然后后面观战方是打不过 这个号是他重新再弄了一个号 弄了一个方寸 然后和他来的一场生死皇宫比赛 梦幻星有人人都玩 不玩才怪 对吧 有冲前死里更加强大 而这个时候观战方 已经稳超胜券了 然后开始了一种无情的召叫 明明可以直接把对方给杀死 但是观战方一直不杀 那这个时候的话 对战方会不会轻 会不会轻 直接来了后发 直接来了一波后发 直接防御 很聪明 那这个时候的话 观战方的话 会不会来一波催眠 然后宝宝给自己卡个大金 或者怎么样的呢 直接防御 宝宝直接跑了 卧槽很嚣张 好吧 宝宝直接跑 就不让你后发 对不对 不让你后发 很嚣张 语气很嚣张 这完全是碾压级别的 如果说观战方在这个时候 我想问一下 看到这个时候 直播间有多少人 希望观战方翻船的 对不对 这个剧情 这么狗血的剧情 会会上演 对战方直接 后发了宝宝 宝宝直接跑掉 没有后发到 但是加血一样加了 对吧 少我 好嚣张 对战方 对吧 嘲笑对战方 你直接少我 我让你看一下 我的防御有多高 你根本少不动我 就是无情的碾压力 起凌晨 没有起凌晨 直接催眠 又出了 对战方又出了一个鬼匠宝宝 好吧 出了一个鬼匠宝宝 观战方直接继续催眠 准风 观战方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出宝宝了 我觉得该让你浪购了 该解决战的还是得解决战斗了 是不是啊 又出了一个鬼匠 金色鬼匠 好吧 看这个 看这个造型 那就是土豪啊 土豪金 对不对 土豪plus 来敲一下 三千必杀 直接带走 那对战方的宝宝 应该是承受不出 观战方的这个一击 应该是马上就会结束比赛 观战方这个时候的话 会会直接秒 五雷之后 然后宝宝跟上去 直接清掉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再见 以后再消除 我给你男子踢西碎 我一波秒 八百 宝宝跟上 三千九 赢得比赛 哇 这波嘲笑 真的太无情了 我操这么多人看着 牛逼 plus 好吧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